中国二十大将在今年秋天登场 在这场政治大戏上演前戏 中国官场风声鹤唳 整肃层级直上 中纪委28日通报 中国工薪部长孝雅庆 涉嫌违纪违法正在接受调查 根据了解孝雅庆疑似涉及 与弟弟孝雅雷有关的预示案 但也有消息指出 这可能与中国旅业案件相关 更引人注意的是 孝雅庆落选中共二十大代表当天 就被通报涉嫌违纪违法 外媒经一部指出 孝雅庆在任职国务院副秘书长期间 长期追随总理李克强的过往 更是引起讨论 根据明报报道 孝雅庆二十六号被办案人员带走前 曾试图自杀未遂 而且事隔才一天 习近平就安排了 曾经担任中国C919大飞机项目 总指挥的金壮龙火速接掌工信部 在这之前 大基金旗下华星投资前总裁 前中芯国际读董陆军落马 他也曾经担任一带一路 主要融资银行 国家开发银行副主任 昨天还传出消息 陆军的同学大基金旗下 深圳鸿泰基金合伙人王文中 14日也遭到调查 加上先前的丁文武等人 已经有5名晶片圈高层落马 震惊半导体圈 中共整肃范围还不只是晶片圈 中国新冠肺炎疫情再起 疫苗圈高层也接连传出猝死消息 大连市委常委副市长曾斌 在23号晚间去世 年仅52岁 他的另一个身份 是国药集团副总经理 北京科兴公司政府事务中心 高级经理曹小斌 在4月17日 同样是因病去世 年仅45岁 在他去世前两周 中国一家上市公司 公布2021年财报 该公司因为投资 科兴中为利润暴增 这让曹小斌的死 多了一分想象空间 另外与科兴合作的 外国科学家巴夏雅尔 在印尼进行疫苗试验食染疫 去年7月7日死亡 年仅52岁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三连任 还没有正式入带 政治维稳手段越发强硬 习近平在6月就强调 肃清流毒 是不是打着反腐打虎旗帜 掀起中南海内斗 各界关注 以上借用整理报导